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又有一次机会来给大家 解答一些常见的问题 我们会不定期来给大家有一些反馈 这种做法一方面是比较自由 因为它是根据这样的问题的出现 多少重要性、急切性 第二个呢,也是希望能够直接的 能够把一些大家所共同关心的 或者常见的问题做一个这样的一种的解释 可以帮助大家继续的学习 那这个灵修明白神的旨意呢 是一个方式方法的 这样一个总的原则 也就是说 如果在灵修明白神的旨意 这一条路上 这一个 观察 侍奉 生活 实践 追求 这个方面 如果大家渐渐的养成了这样的一种的习惯 一种的思维方式 一种的这种的认知 那么呢 原则上来说你的路就开了 所以它是一个方式方法 细 可以是方法 具体可以说是方法 它是大原则 它是一个方式 一种思想方式 一种的生活方式 一种的这样的追求 侍奉的方式 等一下我们会更具体的来谈这个方面 所以的话呢 我们相信 我们也盼望 我们也感恩 我们也期待 神借着这样的一种的学习操练 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属灵的道路上 是一个补仪吧 我们或者说是一种的补充 是一种的在整个的华人教会的 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当中 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种的补充 那么我自己呢 也是经过用形象的说法 是跋涉了千山万水 也就是把各处的散处在各种的信息 专辑 解经 讲道 培训 人物 甚至 这样的把它做了一个网状式的 这样的长期的收集 长期的思考 长期的实践 那么当然 现在的一个重要的这一个阶段 就是把它说出来 就是把它也不是太严谨的 说不是太严谨 其实不是以写书作为一个目标的 而是作为传递 所以的话呢 它多多少少 它是讲究它的快 它的速度 它更多的让弟兄姊妹得到帮助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大动荡的这样一个时代 也是 无论是后现代 无论是跨界 跨文化 跨领域 各种的复杂的局面 如果缺少了这种方式方法 通常 人就走不动了 人就脱节了 人就失恋了 失去这个链条了 链接了 等等 让大家大概知道这样一个大的方向 也有一个可能 或许也算一个好消息吧 就是我们可能会 华人木的团契 现在正在 测荒 在北美开始一个 这样一种的培训学校 或者培训的这样的一种的 这个教育事工吧 这个是李辉博士来主导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肯定灵修明白神的旨意会作为一个重要的课程之一 来专门的开班训练 当然就跟这个 我们在前一段所播放的灵修明白神旨意的数成课就不一样了 那这样的一种的开班呢 当然它有它的特点 它有它的局限 但是至少呢 它会把教学教练 教育 放放进去 所谓的教育就是牧养 就是这样的 好 我们来具体来看 这一次的十个问题 我们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在周一播出 第二部分下半部分在周三播出 那我们 我们这些问题呢 看上去都是比较笼统的 原则性的问题 或者是讲原则性的问题 不是具体到一个地步 哪一个细节 哪一个技巧 哪一个步骤 所以呢 我们今天 我们在这一次呢 有十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符合型的复杂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说 符合型的复杂问题呢 就是如果用复杂这个词呢 有的时候会语言上会有某种的奇异 或者有某种的给我们有不好的联想 就是我们这个人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其实不是的 或者甚至在文化里面用一种负面的这种的描述 叫这个人臣服很深 其实不是的 它是一个符合型的 就是多面 多层次 变化快 这个就是世界就是这样的 时代就是这样的 其实人生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样一个语句的稍微 这个梳理 清晰一点 它是一种符合型的复杂问题 这样的问题大概有三个 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我的教学辅导 达语这里面的出现了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我把它稍微概要性的把它拔高了 也就是说弟兄姊妹问的问题可能很具体 啊 弟兄姊妹的这个需要可能很具体啊 但是呢 可能没有上升到共性的很多人都有的一种的概要性的原则性问题 我就稍微把它拔高了一点 第一个问题呢 叫做挖地雷 那这个问题的原来的 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思路呢 提出的是说 那我们到底怎么样一步步往前走 是先解决一个问题的三点一线 然后再问到碰到下一个问题 又三点一线或者多点多线 但是呢 它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这是有相当一些的同工弟兄姊妹提出来的 就是好像所涉入的问题越来越复杂 这个就有一点遥遥无期了 这就有一点让人这个令人生畏 就是这个往前走 甚至有同工这样说 解决了一个问题 又出来更多的问题 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出来更多的问题 那这样是不是不要碰这些问题 那这里面呢 可以回答的角度 可以来定位的角度就很多了 比方说 到底要不要碰这些问题 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 那我要不要还认识新人 我要不要接触新的事物 我要不要去想新的 我都不要了 我就把自己关起来 因为我发现 接触一个人就产生新问题 接触一个事情就产生新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样一个现象 我们怎么样的来设立划一条线 英文里面叫做Enough is enough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不合理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 它的意思呢就是说 那我们到底用灵修明白神的旨意的方法 到底用哪一个方法 我们怎样怎样把把握一个总体的原则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越来越博大精神 越来越多面 越来越变化 人的人 我们周围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的人 我们周围的人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需要 也是千变万化 那怎么办 你看我们在这个一个问题上就有三个方向 所以我在这里做了一个解释 我给弟兄姊妹同工的一个解释 就是挖地雷 这个是一个电脑的一个游戏 我们应该都知道 不管你喜不喜欢玩 不管你有没有玩过 但是你至少知道 那个挖地雷就是说 你只是去挖一个点 它的结果和效果是一个面 不管你挖对了还是挖错了 它都是这个结果 你只要把这样一个鼠标点下去 它最多就是出来一个点 它不可能不出来 就有一个结果 但是它又很可能 在你两三下之后就出来一个面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挖地雷的这个思维 那么就是你不需要去担心你所面对的 时代教会家庭健康太复杂 你不需要去担心 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说 神希望我们单纯 不是希望我们复杂 但是希望我们是智慧 也就是说你可能知道 人生时代世界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 但是我们依靠的是圣灵 是神 祂比任何的事情更复杂 而且祂有智慧 而且祂是活的 而且祂跟你有关系 而且祂与你同在 而且祂是爱你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单纯的来认识神 跟随耶稣 让祂来在我们所有的问题上 做主掌权 跟随圣灵 这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 又知道 又不可避免的 面对所有的复杂的问题 但是我们这个人 却不是变得更复杂 更复杂就会有一个危险 就我们就可能变成文化的臣服 而不是属灵的智慧和单纯 所以这个是用这个比喻 所以我的回答 它是个比喻 它这个比喻 在一般的所谓的英语的思维里面 它的比喻是没有一个比喻 可以完全来代替的 它要很多的比喻把它接起来 每一个比喻只能涵盖一个方面 所以巴蒂雷这个呢 它能够把刚才我所讲的 把它表现表达出来 以点带面的效果 你专注一个点 带出一个面 你单纯的是一个点 出来的效果 是一个智慧的面对 复杂的面 但是它这个比喻不能无限的延伸 挖地雷是一个几率性的 没有办法去认识 没有办法去猜测 就是一个纯粹的碰机会 那我们说灵修明白神的旨意 不能是碰机会的 那就很危险了 它是没有根据圣经的真理 永不改变的真理 也没有根据圣灵活泼的 每天的带领 包括累积的这样的经验 第三 它没有根据在圣徒的这样的一个无限的 这样的历史和见证的里面 数不过来的这样的见证的里面 三月河流 所以不能取挖地雷的碰机会 机会主义 但是取挖地雷的一点带面的效果 它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复杂性的问题 就是回答刚才的三个的具体的需要 方向 也是它的困惑 也是它的一个 一种的犹豫惆怅吧 一种的畏惧 到底怎么做 到底是不是越来越多的问题 我碰还好 到底是不是越来越复杂 那我们怎么办 这个就是用挖地雷的回答 第二 关于请人祷告 我们都知道在弟兄姊妹当中 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 就是自己能够搞定的 就自己搞定 自己搞不定了 就喊天 喊天天不应了 就请人祷告 这是常见的 所以我们这样简单的划分 它可能同时发生 同时在发生 自己四足搞定 也呢 这个喊天 自己尝试祷告 那么呢 也找人祷告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主要是说 我们请人祷告 我们请人祷告 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用的词 不叫代祷 因为代祷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 一种的侍奉 执愤 托付 也是一种圣灵的 一种的恩赐 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 尼多生在这里面有个界定 就是你有这个恩赐 不一定有这个执愤 但是请人祷告呢 是一个普遍的 一个现象 一个通常的一种的做法 或者是经验 或是直觉 多多少少 不管人他怎么想 我们就不去细细的分析了 多多少少 当我们自己走不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自己发现有些困境 长期的 在某种的局面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会 请人祷告 但是请人祷告 这里面有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请人祷告 你请谁祷告 那这个人是谁 这里面需要借着灵修明白神的旨意 要有某种的学习和智慧 和经验 有一种的人 有一种的人 有一种的时候 请人祷告 是把这个困难丢给他 我憨得不了了 那这种的心态 或者这种做法 是有一定的问题和风险的 不管你的动机如何 我们就不说了 不去分析了 这个让神 我们也不问 在这个时候 就不问人的动机了 他在祷告 基本上就是说 哎呀 谢这个担子吧 把这个担子 谢给一个人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呢 那当然 会祷告的人 他是会知道的 如果有人请我祷告 我不要多久 我就会知道 圣灵会告诉我 这个祷告的后面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 清理自己清洁的心 我们请人祷告 也是需要有判断 也是需要明白神的旨意 也是需要 那请人祷告 这里有很多的方向 一种就是谢这个担子 不管我handle不了了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但是他的一个危险 他就是把这个信心 建立在祷告的人身上 这是神所不喜悦 也不许可的 任何一个人 他祷告 他只是一个引路人 他只是一个管道 他只是其中的 一个神所用的 这样的一种的服饰或者仆人 最终 这个人自己必须跟神连上 他只要不是这样 久而久之 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的事不成 人也出不来 而且祷告的人都会被神击打 责备 所以的话呢 在这个里面 这也是一个符合型的复杂问题 就是我们请人祷告 作为我们自己这个人 把这个话提出来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自省 自己省察自己 在神面前 也有清洁的心 也有一个谦卑的心 也有一个 急或不然 就是如果我请人祷告也不成 我就认了 叫做急或不然 要有这样的胆量 要有这样的骨气 要有这样的底线 要有这样的无保留 不然你请人祷告你会怪这个人 我们常常发现 他在怪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就太有意思了 像我以前为别人祷告 一跪下去就四个小时 没有答案 我是不起来的 那我现在的体力是不行的 我做不到了 那不是说我不会为人祷告 那不会的 你是一个祷告的人 你至少会祷告 你不会不为别人祷告 不可能的 但是你也要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灵修明白神的旨意 是人人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不是少数人成为圣品阶层 不是少数人的掌控别人 不是少数的人的高高在上 周祥安牧师讲到 在改教以后 这个路德改教以后 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直到今天没有解决的 就是圣徒接祭司 我们都会讲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多少会帮忙 白白椅子 做些杂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 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 大部分的基督徒 是不知道什么叫做人人皆祭司的 人人皆祭司 就是要成全圣徒 就是要给他有机会 给他有失败 给他有领导力 给他有主导 这个在华人教会 基本上是非常缺乏的 这个就是我在有一集的节目里面提出来 北美华人教会 是没有把领导权交给大陆弟兄姊妹的 他没有环境 没有真正的这种的 这种的方式方法 生态提拔 没有这个的 反而可能在压制 所以你看从一个请人祷告 你就发现 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心理 各种各样 甚至不纯正的这种的态度 原因是什么呢 他不是一个真正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人 可能是一个信徒 当然我们这样分 是没有必要 也没有办法 那我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核心的问题就是 第一 你要请人祷告 你首先要自己 要跪下来 你首先要 要无论是谁 你是托人的 你首先自己要 省察、清洁、梳理、灵修 明白神的旨意 你需要有某种的进步、进展、时间 第二 你请人祷告的这个人 你需要在神面前问他是谁 是吧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那我也可以问 你们觉得祝牧师是谁 也就是说我其实不是一个代导者 神没有给我这个托福 但是我肯定会祷告 我肯定是在祷告上有经验 我肯定是在祷告上有自己独特的神的一个奥秘 启示给我 那所以的话呢 我为什么要讲三截棍呢 就是信心祷告明白神的旨意 是因为这个就是神给我 那如果在这个三个里面赚不出来 从明白神的旨意 我一判断任何人让我 给他祷告 我首先要判断他在神面前是谁 神有没有把他的事托给我 那作为一个安慰的保护性的 一个祝福性的 一种虔诚的祷告 每个人都会 任何人祷告我都会做这个祷告 但是要达到祷告神托付我的这样的一种的效果和使命 他必须符合三个原则 就是他要有信心 他的身上要有神的旨意 而他自己的祷告和神托给我的祷告要match 要吻合 我是举我自己的例子 所以我们无论是托谁祷告 你需要认识那个为你祷告的人 比方说我们黄牧的莉莉牧师 我注意他几十年 他一旦教会周围的人 或者是他心里面有什么负担 神的负担 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几天不出来 看着是很 他会伤他的健康的 不吃不喝的 那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神的托福 爱心 没有人教他 甚至没有人跟他提出来 他就不出来了 这是另外一种祷告的人 这就是带导的人 所以大家都要来学习 灵修明白神的旨意 大家都要来做基督的门徒 不要做消费者 不要把包袱随便卸给人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 请人祷告 有的时候请人祷告就是试试他 看看他 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好 这是一个 我们 大家越来越往前面走 灵修明白神的旨意 你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神的 极大的恩典 是借着最简单的一条路和方法 那么第三 就是关于特别的困境和苦难 那有的时候 有某种的人 某种的事 某种的情况的原因 让人长期在一个困境和苦难的里面 我们把它定义为 叫做重大极难 所以一般呢 我们真是 像我经常提到的 这个以前辅导我们的 曲奇珍老弟兄 他就讲过一句话 我今天还记得 那个时候 我想就是 这个我在武汉读大学的时候 他说我们其实是希望平安无事的 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别人 我们都是希望平安无事的 所以我的名字叫平安 出生的名字直到今天 我的名字叫平安 我也在神面前特别的 长期的思考观察 我也特别的 在神面前战惊恐惧 什么叫战惊恐惧 就是身上起鸡皮疙瘩 是吧 就是我能不能够给别人带来平安 我们奥巴克给教会30年 有一个见证 几乎没有一件事 一个人是不平安的 都是在各种的困境里出来 绝对是神 绝对是神 而且是神的一种的恩宠 平安 不是说他没有问题 没有重大疾难 他们都从这里面走出来 没有走出来是极少 而且是有原因的 有的原因我们知道 但是不合适讲 他自己也必定知道